大家好,我是薇薇 欢迎大家来到缤纷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纷娱乐现在开秀 作为一名合格的艺人 是不仅仅要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面做得完美出色的 甚至要在其他的方面 哪怕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都不能够出现一点纰漏 要知道在红毯上面的竞争 那叫一个激烈 而且它的涵盖范围 可不是只包括了在穿着漂亮一群的女星们 男星们的穿搭如何 亦能够成为媒体们关注的焦点 但在两者之间 却有一个共同问题需要面对 那便是闪个不停的媒体镜头了 如今正当红的王一博 也会时不时被这样的情况给困扰住 而他的表现是有经过这样的训练 当被闪光灯怼脸的时候 王一博展现出的是镇定自若的一面 不眨眼睛 脸上神情冷淡自然 这番场景对王一博来说 可能是很正常的工作状态 但看在眼里的粉丝却心疼不已 尤其是当目睹自家爱豆 在闪光灯暂停的间隙 立马眨眼缓和的画面 更觉大家手中的各类物料 是很来之不易的 因为那时的他很有可能是在拼命忍着 甚至是双眼含泪之后 才贡献了那么多次的高光时刻 确实如此表现是艺人该有的基本素养 所以拍摄完绚丽华丽的舞台之后 也请给王一博多一些 乃至其他艺人们多一点的私人空间 让他们不用为镜头考虑 可以安心 而且毫无顾忌的做平常事 多体谅一会儿 岂不是很好 某次出景去海上拍摄时 王一博就给现场的工作人员 带来了许多的欢声笑语 而他本人则是更享受那一次的惊险体验 阳光蓝天大海 在如此美丽的景色下 怎么可能不把人勾到海里去呢 不然我们也不会看到 王一博想要去体验一番海上奔驰 才开心的坐在摩托艇上的名场面了 说是说享受 却把摩托艇教练安排在了身后 自己掌握起方向盘略 这要是让其他人定是断然不敢的 尤其王一博还是第一次开摩托艇 不过看工作人员的反应 与其说是担心他的安危 倒不如是在期待医保的摩托艇首秀 这一波摄影师都准备好随时拍摄了 毕竟是开过摩托的帅气小伙 相信驾驶摩托艇对王一博而言不是什么问题 结果证明确实如此 胆大的王一博甚至还在海上挽起了压弯 某位男工作人员无奈的表示 不能够再让王一博玩了 否则拍个屁啊 但是却被其余人反驳回去 让他再玩火吧 在摄影师的相机中 便清楚地记录下了一个个惊险又帅气的画面 尤其是某一章将王一博和教练的反差门展现得淋漓尽致 看来有时候天赋太高也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啊 谁让王一博爱玩的天性阻挡不住自己的自我开发呢 王一博确实是担得其有才这个词 用他自己的话说 喜欢的事情就要做到极致 原来在组合里面 王一博的舞蹈就非常出色 当然了 王一博自己也说过 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跳得这么好的 最开始去当练习生的时候 也因为舞蹈不好被嘲笑过 性格好强又不服输的他 听了这句话之后啊 全身心地投入到练舞之中 才有了现在这个水平 王一博除了自创自己的舞蹈之外 也经常会去模仿那些比较出名的男团或者女团舞 他原来在参加选秀节目做导师的时候 就带领学员们跳过女团舞 一提起男明星跳女团舞啊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点娘气 但是王一博没有哦 完全看不出来是女团舞 直接被他跳出了另一种风格 看王一博跳舞啊 就是一种享受 这话可不是粉丝 自己在吹哦 就连天天向上的导演也非常认可这一点 要知道作为天天向上的导演 一档黄金节目的制作人 什么样的优秀舞者 什么样的优秀舞蹈没有见过呢 但是偏偏对于王一博跳舞啊 非常感兴趣 王一博经常嘴上说着不 或者问道一定要做吗 一定要做吗 但是每一次反抗啊 都是无效的 没有办法 谁让王一博颜值高 又才华还那么的可爱呢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